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肖战目前工作还在收尾阶段 新的工作项目众说纷纭 很多今天好饼接连开溜 影的吃瓜群众好奇不已 顶级项目非肖战不可 无逢禁祖时政肖战非你不可的价值 有博主说影视寒冬期间 各大小艺人生存都很不容易 项目来得越来越少 真的是森多粥少啊 感觉六饼都比之前少了不少 好多一线艺人都没有下一部戏的消息了 而肖战却好饼大饼排着队来溜 能无逢禁大饼 只说明一件事 顶级项目重要一环就是他 他自己本身就是顶级配置 很多业内透露 这些项目就是非肖战不开 肖战就是他们苦等的人 作为一个演员 工作结束 等下一个项目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部新戏从立项到筹备开拍 要准备很多的工作 一些好的大制作项目甚至要筹备几年 哪怕是大咖名导演都得要等 演员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毕竟一个演员决定不了太多 期间也可能再去拍点别的戏 无逢禁组大导明导是特别罕见的 特别还是在这样的影视寒冬期间 如果一个项目跟随一个演员的节奏 按照他的档期立项开拍 那就只能说明 这个演员是该项目里最重要的一环 是非你不可的 是不可替代 网友评论说按现在的形式来看 演员能够演到大投资 大导演 特别是该导演还擅长的题材 那真是演到就是赚到了 而肖战已经打通了金圈 户圈和港圈的影视圈 近日 镇武阳光的首部大制作电影苦等 肖战的消息更是甚嚣成上 在娱乐圈引起轩然大波 据可靠消息说射雕英雄传之后 还有其他很多香港大导演也都在和肖战接触 肖战的后续资源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肖战说想要实现非你不可的价值 不想不上不下的 一步一步坚实的走来 肖战正在狠狠的践行这句话 到底还有多少的意料之外和不可能 我们都耐心等待 论制造奇迹 肖战从未让你失望 不是魔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